音樂 我現在心情非常好 為什麼 因為寒假到了 所以現在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 一定要做 那就是大玩特玩 YA 剛剛呢 都只是暖色而已 真正精彩的才正要開始 你聽到了嗎 走 又是跳躍 又是空翻 人家隊和武士 直接在遊樂園的廣場上打鼓手 大家跟我一樣看得目不轉睛 精不精彩 非常精彩 就是很精彩 但是還是有點失望 因為沒有希望我想要的那個招式 像那種 女人真的很正 滿好看的 看成觀點跟我們不一樣 我以為他會從過來打我 誰會打你 誰會打你 我不知道拿刀的那個 你怕他會打你 對啊 可是沒有 有點失望 同學 是動作片看太多了嗎 幸福樂園沒有這個設計啦 台中的主持遊樂園 春節期間打造成江戶時代的風情 整個村子都是表演舞台 忍者轉移陣地繼續打鬥 我得加緊腳步才跟得上 我得加緊腳步才跟得上 全仰賴表演者精湛的舞藝 大家不辭辛苦一路跟隨 那我是戲曲專長 然後一直轉到武術 我從以前到現在練了大概20年 當然這次表演是我們花了兩三個月編排出來的 但是我們之前的基本功也是練很久 硬底子的好功力 成功帶領大人小孩融入江戶時代 而來到江戶大街裡有個很特別的活動 讓你一分鐘穿越時光 飛到過去 在這裡除了可以看精彩的忍者表演 還可以變身成忍者或是武士喔 你好 請問一下 在這邊的話可以穿什麼樣子的服裝 服裝嗎 像我們有女生的和服 還有男生的話有武士服 小朋友的話可以穿忍者 可以變身成忍者喔 男生的話有白色的武士服 跟黑色的武士服 想要哪一種 好 我決定選擇黑色武士 穿通服飾有多款選擇 沒有年齡呈現制 大家都能試一試 小妹妹穿起和服很可愛耶 而輕一擋換裝更有感覺 在忍者村裡有許多情境造景 不用出國就像來到日本 照片一拍抱準閃瞎大家的眼睛 這服裝最棒的就是簡易型設計 你看看 補原本的衣服不用脫 就直接變身啦 好啦 帽T呢配武士服 其實也滿搭的新流行 所以說來到這邊呢 可以穿一下武士服或忍者服 體驗一下當武士的感覺 還有呢 可以拿這種闖關卡 去園區裡面闖武關 獲得忍者認證喔 走 立刻闖關去 只要闖關成功 就能得到伊賀流博物館認證章 關卡不會太難 其中有三個項目 就是做遊樂設施 現在為你上演的是 忍者漂流奇遇寄資 我現在必須逃過埋伏 順利地坐上海盜船才行 而專業的忍者呢 必須克服乘風破浪的難度 要是像我們的工作人員就 還是可以過關 不過說真的 暈海盜船有點弱啦 來樂園最棒的是 你還可以動動腦 人肉化身 偵探 我找了一群同學 陪我來闖關 好 我們今天玩的是奪命電梯 奪命電梯就是你們 看完電影 因為最後一場電影 準備要回家的時候 電梯突然故障 整個大停電 所以呢你們今天的任務 就是要突破解開所有的密碼 從另外一個門出來 好 那我這裡有個工具箱 裡面有一個計時器 讓你們知道你們剩多少時間 還有一個求救領 他們想不出答案 只不開密碼的時候 快要打下來的時候才可以用 歷史逃脫限時一個鐘頭 大家必須手持破關用的電影票 從中找出蛛絲馬跡 無論牆上的海報 或是一堆堆的畫像 都是關鍵 先開了 開了 再轉一次 開了 開了 功力合作拿到鑰匙只是起頭 真正的考驗才正要開始 五座電梯 電梯鈕 還有電影票之間環環相扣 究竟有什麼關係呢 剛剛外面那個海報上面是 1 1月30嗎 1 2什麼 所以我們是6樓 所以只要是6樓 好 那求救一個 小天使 我們要求救 好 幫你說一個提示 第一 這個情況呢 只能說人多嘴閘 唉 最後使用提示牌 太拉長了 先 喔 衝 耶 原來是這樣子 你剛才有的 順利進入電梯 沒想到 又是一道新的難關 狹小的空間內 還有好幾個小關卡被破解 時間不斷流逝 沒想到這時 怎麼警報吃個小的 緊急廣關 1樓 2樓 5樓 回線境界 請進入電梯 手上的線索 感覺已經用盡了 究竟螢光燈內藏著什麼秘密 讓眾人搶破頭 一困又是半個小時 最後關卡即使快速解開 依舊無法力往前來 多少人搶破這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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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關卡 百分之七十人會失敗 所以說嘛 大家還是在合理範圍會 OK的啦 OK的啦 好啦 OK 不過最終任務還是失敗 只能任命拿著這一張 不怕誰一樣的對手 就怕誰一樣的對手 誰誰誰 失敗 親女性走訪的大大小小的飯店 有氣派奢華的 也有時尚心癮的 有貴氣雍容的 也有樸情媚戀的 但是我很少見到這樣子 繽紛活潑的 這裡就是我今晚要入住的飯店 太令人興奮啦 人員旁的新子飯店五顏六色 光看心情就跟著愉悅起來了 除了設計上火力十足 另外只有一個字 可以形容我對它的第一印象 那就是大 你有看過飯店裡 有兩千坪的花園嗎 哇 這個環境也太棒了 這個花園會讓你覺得來到歐洲 凡爾賽宮的代表 這個花園還有一些小小的秘密 小秘密 是的 我看到有噴水池的雕像 秘密在哪裡 在這個噴水池的四周呢 我們規劃了四個 精心規劃了四個 非常漂亮的瓶子 乘涼啊 聊天啊 玩耍啊 但是更重要的是呢 在一年365天的某幾個特定的日子裡面 據說在這個亭子裡面 求婚成功的積蓄是百分百喔 真的 人家啊 你看看光是花園 就不手軟的給它佔用掉兩千坪 那麼房間的空間 也不難想像 一樣走大的路線 整個房間感覺非常簡約 而且因為用了很多圓幕的設計 所以感覺裡面非常的舒服 然後我最喜歡的就是 靠近窗戶那個合室區了 這邊泡茶都非常棒 對 然後其實我們也進來可以發現 其實房間整個非常的寬闊 那種會有14坪的大小 哇 真的14坪的 是不是 有沒有 還有這個一進門就不容忽視的窗戶 也絕對是住宿新體驗 強調親子 親子還是親子 很多小細節都顧到了 那我們可以提供不同的兒童被比 像比如說我們可以看到的 我們有床欄 對 我這樣問你那個是什麼 貼心的設計 對 就是防止小朋友衰落 那我們這種房型的話 就是其實它有個透明玻璃的設計 小朋友在裡面洗澡 那我們家人同時也可以在外面 看到小朋友觀察在小朋友裡面的狀況 不過今天我單槍PIPA前來 飯店倒是準備了很特別的房型給我 嗯 剛剛在門口我就知道 這間房間不同的方向 因為它大門就是用鏡子 像那個宮殿的那種房間一樣 非常富裏堂房 鏡道裡面果然非常的大氣 這些房間應該不簡單吧 對 那總共其實房間的話 總共會有42坪的大小 一個寬闊的大廳 對 寬闊的客廳 那另外的話有一個廚房 那另外有一個長的吧台 那我們這裡最大的特色的話 其實就是我們有一個L型的環境窗 毫無視野限制 右側能俯瞰樂園 左側則是能將後裏事情 盡收眼底 房間格局為商務人士 打造無敵舒適的環境 介紹到這我也有點餓了 找美食用廚飯店 餐廳的料理創意無鮮 叔叔 我要開動了 那這個是什麼 看起來像章魚燒耶 你先吃看看再說 我吃吃看嗎 它咬下去呢 真的是章魚燒的味道 因為他們有柴魚片跟焦焦焦焦焦焦焦 所以如果真理會是章魚燒 但是再往裡面咬 那個酥脆的外皮裡面 好像是培根 所以中間軟軟的 軟軟QQ的 那個麻糬 麻糬 對 培根麻糬燒保留了日式章魚燒的做法 卻在內餡動得大吉思 麻糬跟麵包盆一起嚼 軟中帶脆 脆中又帶軟 吃的口感真的好吃 這樣捲起來 等一下再沾麵包盆 因為麻糬它好會膨脹 膨脹的步驟就起來比較大 但是我們就是 所以要刻意把它切小一點 現在步驟先沾低筋麵粉 因為要讓它表面乾燥 等一下我們再沾麵包粉的時候 它比較黏著而出 香腰好吃 等用一百七十度熱油 炸到表面成焦糖色 最後再要火烤到微焦 就是一個好吃的開胃小點 而現在還有一道料理 更是驚豔了我的味蕾 我現在要製作的是 我們店裡頭的那個洛基白花羊 因為我們這有點類似港式的做法 就是來的時候先把它燙過血水 然後再以麥芽醋水把它晾乾 晾乾之後等一下我們再灑上少許的麵粉 做輔助 然後我們再裹上下醬 然後再沾滾麵包粉下去炸 這道中日合併的點心 也是副主廚自己研發的 別的地方吃不到 淋上泰式酸辣醬之後 卻沒有一絲違和感 很多人一吃就搖淚 然後這一道我看到我很嚇到 就是 鮭魚頭吧 好大一個 鮭魚頭 這個料理也沒有看過這樣的做法 這是 這也是日式的嗎 對這是純粹日式的 這道菜 從日文翻譯過來叫焚合煮 焚合煮 焚合煮 這名字好特別 然後就是 主要就是把魚頭放下去 讓它酒精整個燃燒起來 讓它揮發掉 泡在酒裡的鮭魚頭 需要煮三十分鐘 才能將酒精全部揮發 此時焦汁全部被逼出 附著在魚皮表面 曖昧的女性朋友 怎麼能錯過呢 我覺得火鍋是 是要吃什麼的 火鍋我們主要其實 我們的湯頭 因為我們湯頭 是自己叫大福回來熬湯的 然後只不過還有加一些雞爪 有的沒有增加它的焦汁 首先我是比較建議說 這是鴨嗎 對鴨 我們經過特別處理 我一般火鍋很少看到有用鴨肉的 一般都是牛啊豬啊比較多 其實很多地方都改自於中餐 這樣子點邊過來 火鍋以鴨肉為主食材難得一見 鴨肉片還先煎過 能去腥增加香氣 而湯頭必須用大骨熬煮八個小時 才能上桌 豬骨湯熬得非常甜 所以你剛碰到舌頭的時候 那股甜味就散發出來 然後再咬下去以後 用鴨肉的香氣 都保留在肉裡面 非常的好吃 令人開心的是 吃飽休息一下 飯店還有很多好玩的呢 兒童遊戲室 變成小朋友的快樂天堂 臉上的笑容 足以融化每個人的心 如果是大人 可以到健身房消消提指 邊度假還能維持好身材 越夜越美麗 越夜越有趣 所以看到這邊 晚上也不用擔心枯燥無聊 還有這種電子式飛鏢 這外面很少見到 非常有趣 這邊設施還非常多 我趕快去玩了 現在被中不了 對 對 不過最棒的 我還沒告訴你 來… 親自酒吧 小朋友也會進來 點個無酒精的特調果汁 大家都能喝 看著小孩子開心跳舞 為完美的一天畫下句點 哇 有在賣茶葉袋 有在賣茶葉袋嗎 這個不是茶葉袋 這個不是茶葉袋 原味道不一樣 要燉養生蛋 它這個蛋真的滷得非常的棒 那個中藥的味道 都已經激到蛋黃裡面吃了 而且它會有一股甘甜味 每年都有很多信徒 來求馬祖 他來答謝馬祖 他就會送一個金牌來 我們把七百萬片的 就把它堵住 融在一起 就來打造 這一針馬祖 在上一段節目裡 帶大家到的流樂園 又是大叫又是大笑 真的超過癮 我覺得我的壓力已經釋放了一大半 不過出外旅遊呢 除了瘋狂的玩之外 我也要轉換一下心情 來給知性的 所以現在我來到了 厚里灘的老街 走在街上 可以看到舊的火車站 以及間老房子 台灣古早味的氛圍 非常的濃郁 不過呢 我現在聞到另外一股 濃郁的香味 到底是什麼 欸 在那裡 哇 有在賣茶葉袋 這個不是茶葉袋 這個是 味道不一樣 要燉養生蛋 燉養生蛋 好特別喔 所以是用中藥燉的嗎 對 外觀與一般茶葉袋 沒有太大的不同 但是它卻要用中藥材滷製三天 才可以端出來賣 無論是時間還是食材成本 都嚇得很重啊 它這個蛋真的滷得非常的棒 那個中藥的味道 都已經進到蛋黃裡面去了 而且呢 它會有一股甘甜味 是那個好像中藥材的甘甜味 是吧 老師 對 而且那個蛋白超軟嫩的 蛋之所以好吃 就在於使用了八種中藥材 分別是 當粿 枸杞 川瓊 熟地 蜜草 肉桂 八角 桂枝 做成乳汁 例如說 人家中藥店 他就不會去買擠 你如果有吃的東西 他就想說 休息一下 皮就香 就要去買擠 它開了多少 這個 中藥店是七十年了 這是已經研發四年了 傳統中藥店 歷經時代衝擊 地球圖擴展型 老本娘開發了許多中藥食補 釣散麵成功地征服了遊客的味 成為來太陽老街必吃美食 好香喔 你看中藥的香氣 還有那個香油的味道 而且上面非常多的料 枸杞 紅棗 都看得到 那這個是什麼 這是甜不辣嗎 還是 牛磅 牛磅 一咬下去裡面真的都是牛磅 一絲一絲那個感覺 你看那牛磅的香氣 好吃耶 牛磅吸不湯汁 咀嚼石還有淡淡的中藥香 不斷串出 真的會一口接一口 頂不下來 而藥膳麵使用台南官廟麵 它的特性就是不易軟爛 無論什麼時候來上一口 依然都很Q彈眼鏡喔 它那個湯頭 原來湯頭最棒 因為它湯頭喝起來 滿清爽的沒有負擔 而且它有淡淡的中藥香氣 不會太重 不會搶到整個麵的香味 更棒的是它後來會五肥丹的感覺 湯純粹 沒有另外調味 餐廳走素食路線 更沒有採用大骨去熬 單用10種中藥材熬煮8個小時 保證每一口都是中藥材的精華 而飯後再來一杯店家 引以為傲的眼磨咖啡 悠悠哉哉的度過午後時光 接下來要帶大家到我今天晚上入住的地方囉 沒有錯現在是在一個巷子裡面 不過不要懷疑 我不是因為預算不夠隨便找住的地方 來來來鏡頭跟我看過來 有沒有看到一棟可愛的小木屋啦 用鶴莉雞群來形容小木屋再適合不過 這棟房子走音式style 跟領主人琳達愛旅遊的個性有很大的關係喔 真的裡面所有的一切都是用原木搭建出來的 跟外面的整個環境差別非常的大 而且可以看到裡面擺了非常多各地收集來的擺飾 因為領主人琳達在年輕的時候周遊了歐洲各國 而英國是她停留最久的地方 而那段時光也是她最愛的時光 所以她回台灣之後 就在這裡見了一棟陰式的小木屋 烏烏原本是自用 無奈家人上台北工作 琳達就決定將她轉型成民宿 欸 是貨真價實的民宿喔 因為她自己也住這裡 但是當客人包動時 又會可愛的打包行郎另尋出處 她的二樓呢 有這麼大一個書櫃 這也是很多旅客來到這邊非常驚訝一點 而且書非常的多 所以你在旅途中覺得累了 來到這個地方看到這麼多書 哪一本坐下來也可以讓心情沉澱下來 而且呢這裡還特別設計了一個天井 坐在二樓看書的人跟坐在樓下喝茶的人 還是可以繼續聊天沒有距離感 非常的溫馨 而且往下看下去視野非常的棒 喂 你們會不會太舒服啦 不過房子的氛圍就是有股魔力般 進來就有回家的感覺 完全不會有陌生感 因為這裡呢 原本是女主人跟先生及小孩住的地方 所以裡面的用品都是一般的生活用品 並不像一般民宿一樣有刻意打造過 而且這個房間最棒的 只看到外面可以看到盛開的櫻花太漂亮了 屋子內有四個房間 女主人說當初在建造小木屋時 還遇到建築師不會蓋閣樓的窘境 幸好有多年旅居英國的經驗 一番指導之下 才有幸住在有如電影場景的閣樓內呢 來到台中還有一個地方非屈不可 因為它不僅是台灣信仰的中心 還是一座藝術殿堂 那就是大甲正南宮 建立於清朝 至今有282年歷史的正南宮 經歷多次翻修 最後一次整修是40年前 除了前程的信仲 外國遊客更是衝著 經典傳統工藝牧名前來 這個大甲正南宮就像一座藝術的殿堂 從石雕 木雕以及黏貼 每一個都像是一個藝術品一樣 不老是像正南宮的話 應該是很多大師級的作品在裡面吧 對 因為我們這個廟 是台灣因為沒有下雪 對 所以我們上面才可以看到這種五顏六色的 這種它叫簡年 除了我們中間那個葫蘆壽三仙 你看前面這個有一個綠蓮的 這邊有一個紅蓮的 千里面順風 對 這個是馬祖的兩個大護法 對 這個是古法 古法做的 匯集了七八位清傳大師的心血結晶 門前石雕就大有來頭 聶祥聲大師參考了三峽祖師廟的石雕 突破技術限制 讓作品更立體突出 而門神木雕也是技藝超群 除了五官和衣著徐徐如生 更厲害的是 神像和門板是一體標成的喔 我們最大針的這個是我們的定點 就是正殿 它是永遠不動的 再來第二針比較大這個 前面這個就是禮 二嗎 那在右邊這個小小的 這個就是我們開雞 開雞嗎 最右邊這個 對最右邊 第二個就是梅州媽 媽祖成道一千年紀念時候雕的 開雞媽是我們祖廟帶來台灣那時候 兩百八十幾年前 除了正殿的媽祖之外 蔡老師說 還有幾尊格外富有特色的媽祖像 現在要介紹給我認識 翡翠媽祖 媽祖是上海一家裕樂公司 他在緬甸 他有挖到一塊四千公斤 找那個大陸一級的匠老師 那就雕成兩針 翡翠媽祖可以說是獨一無二 而且翡翠居然會隨著時間 變換不同的顏色 媽祖兩年前的衣裳可不是紫色的呢 不過最讓我驚訝的 悟過於這尊又99.99 曾經打造的媽祖像 每年都有很多信徒 來求媽祖 他來答謝媽祖 他就會送一個金牌來 我們把幾百萬片的 就把它融在一起 就是你把它走一圈的話 你還可以看到它的頭髮 一棍一棍法師 栩栩如生 不得不大大誇讚師傅的手藝 細緻的做工 讓衣服上的圖案 有如刺繡一般 黃金打造更顯得威風凜凜 不過你應該有個疑問 廟方不怕削小嗎 蔡老師說 黃金加上支撐的鐵柱 有五百多公斤 現場還有二十多支隱藏監視器 千萬別跟自己過不去啊 黃金不問